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虧子熊 現在熊哥要當乞丐 然後開著這些車到處去流浪 漂泊不定的生活 四處行起 很多人呢 現在在網路上啊 都說車博主、車床主 叫做車蓋主 現在他們的用詞越來越激烈 然後越來越貶低啊 在國外 開著車子到處旅行 然後呢 到處去過自己的生活 享受大自然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 在台灣 卻變成 車蓋主 所以說 我不得不 出來發出一些聲音啊 像有很多現在 Facebook上面的一些 留言 然後一些風向 都會說 我們車床主去佔用了某一些地方 或者是怎樣的 我是覺得 這個觀念是真的是很可笑 然後說車床主呢 到哪裡就很髒亂 到哪裡就很髒亂 應該要被禁止或怎樣 所以我就是想問一下齁 我們來看旁邊 我們來看旁邊 煙喉、煙地、垃圾到處都是 是車床主造成的嗎 有沒有公德心跟車床不車床 是沒有什麼關聯性的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這是國民素養的問題 今天不管是有沒有車床 會丟垃圾的就是會丟垃圾 所以我說齁 為什麼我想要出來講 因為在車床這個領域啊 在車國這個領域啊 我也算是 終身代 當然有更老的這種 老手 就是可能已經車床20年 因為我沒有很年齡很大 那種60、70歲阿伯可能 已經車床20年 20幾年、30年都有 但是我 你看那邊就有台車床的 有沒有看到 那台德利塔上面有太陽銀板 現在超多人在車國車床 可是為什麼 反而越來越多人玩的時候 我們的權益會越來越被壓縮 很簡單 就是不團結 我玩車床差不多十幾年了 十幾年我 我家裡的小朋友差不多 五六歲 六七歲的時候 玩到現在他十七八歲了 所以差不多十年 十年左右 所以跟近幾年 因為疫情大家沒有辦法出國 後來玩車床的人 或者是原本在露營 然後改車床的人 比起來我至少比他們 早玩差不多有至少六年七年以上 我以前在玩的時候阿 根本就沒有 網路上沒有什麼聲音的阿 因為人少 人少就是 人玩 人比較少在玩就是這樣子 人多 比有白癡 素大 比有白癡 但是這個 這一個領域 簡單說 很少部分的人 你不能因為少部分的人去影響到 說阿全部都是怎樣 對不對 就像如果有一兩個開車飆車 你不能說全部的人都飆車 對不對 然後網路上極盡醜化 極盡的去嘲笑阿 很多現在越來越多 然後有一些社團 明明有三四十萬人 但是有一些不應該出現的文 他還是可以讓他審核上去 說阿這個就是這樣 我也是不知道 這管理 管理層面的人是怎樣想的 明明就是 沒有任何佐證的 這一張照片 就說他怎樣就是他怎樣 熊哥在那邊講阿 車床主是我們 我個人阿 為什麼會成為車床主 車國阿 講車床不好聽 車國 因為自由 因為自由 然後想走就走 想睡就睡 想停在哪裡 不違法的情況之下 我就可以停在那裡 享受一整個大自然的風光風景 這樣子 最重要的就是阿 我在這邊再呼籲一下 拜託 我們如果你真的想要長期玩下去 也不是說我們低調就好 低調一點用都沒有 我講過了 低調一點用都沒有 就像我今天這個停車場 我們來看那邊 我停在這裡 後車廂打開 也是會有人說話 說阿這裡是停車場 停車場只能停車什麼什麼的 我就能把它關起來 我旁邊打開窗戶 也是會有人說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子 會有人這樣子說 車床不好 車床不好怎樣 怎樣都會有一群人 因為三觀 每個人的三觀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道德底線都不一樣 一群人 他們的level 他們就會起空 他們就會講 也不用多 20個30個 在下面留言 風向就帶起來了 正所謂三人成虎 對不對 這個行為明明就沒有不好 但是30個人50個人 全台灣2100個人 有30個50個人 在同一個留言下面留言 這個風向就帶起來了 所以我說網路人言可畏 就是這樣子 我們一定要團結說 停車場為什麼不可以停車 為什麼不可以車撥 為什麼不可以車撥 為什麼在某一些情況之下 要去受限於別人的眼光 別人的道德 為什麼要建立在我的身上 別人的道德觀 為什麼要建立在我們的身上 在這邊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道德是用來約束自己 不是用來約束別人 講一句現在年輕人在講 這個就是道德綁架 雖然我很不想用這個詞 但實際上這個就是道德綁架 你用你的道德觀去看別人 就像你今天 不同宗教的人 用不同宗教 比如說我是佛教 你是基督教 我用佛教的角度去約束你 你也會不自在啊 今天我是佛教 他是穆斯林 他看到我吃 我跟他講說 你可以怎樣怎樣 你可以吃豬肉 你可以怎樣 他也會覺得不自在 尊重別人的道德底線 只要不違法的情況之下 尊重別人的道德底線 很難嗎 對於道德魔人來講 非常的難 對 對於道德魔人來講 非常的難 因為他們是魔人 然後還有簡單的 我在村民帶一句啦 熊哥在這邊 跟各位再呼籲一次 就是 我們 有在玩車搏車床 不論你是怎樣的 車路的 我們一定要團結 不要讓別人用他們的道德 去綁架我們 我有我的風格 你有你自己的道德底線 不要來約束我們 在和 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道德面前 不是人人平等 OK 這一集熊哥就 跟各位講一下我的心聲 好 這集就先做到這裡囉 掰掰